花莲光复乡大兴路段台九线 8月31号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部吉普车和小货车发生差状之后 吉普车是翻复在南下的车道 张性驾驶人由救护人员救出后 送医急救无效宣告死亡 而小货车的张性驾驶则是没有受伤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目前已经由警方调查当中 一辆吉普车翻倒在路中间 车身严重变形 撞击力道相当强大 这次发生在8月31号 光复大兴断台九线239.1公里处 发生小货车与吉普车两台车擦撞事故 小货车驾驶表示 没有看到对方打方向灯 就直接往内车到方向 来不及刹车就撞上 同方向北上 他在对方在外侧 我在内侧 然后后面就发现说 他往内侧靠近 然后我们按喇叭 然后跟刹车也来不及了 然后就撞上了 远景到场发现 吉普车与小货车发生擦撞 吉普车在擦撞安全岛后 翻覆在南下车道 装性驾驶由救护人员救出后 转送凤林荣民医院急救 无效宣告死亡 小货车装性驾驶没有受伤 那小货车装 那小货车装性驾驶没有受伤 警察造势双方都有合格的驾照 酒精检测结果也都是零 那处理严谨 即使依程序完成现场的测试跟收证 那造势责任将在送件单位之后 来分析以厘清案情 孟林芬局长林坤达说 造势车段是光复乡抬九线的大新段 也呼吁驾驶人行驶这个路段 应该要速线标志 变换车道应使用方向灯 并且应该注意左右的来车 车道缩减道路应该要减速慢行 并且要互相礼让 确实注意车前状况 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以及道路标志 标线以及号制指示行驶 记者高雄雙光复采访报道